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 陳豪都全天候做足防疫措施 保護家人 這日他就跟馮瑩瑩錄影特備節目 《增分奪秒同抗疫》 向醫療專家請教抗疫資訊 講到港大有項最新研究 發現新冠病毒會影響男性生育能力 已經有三個子女的陳豪 聽到之後又會不會擔心呢 那就要更加小心了 有沒有這個計劃 有沒有跟太太的共識 可能不會再生小朋友 有沒有計劃 其實就夠了 但是我跟他都這麼喜歡嬰兒 沒得好說 但是電話轉 隨緣 看看又如何 始終疫情開始 由第五波 變了很多人都會少出街 令到生意上的確有些影響 但是是否很厲害 又未算 都還叫做touchwood 可能咖啡行業都還好一點 因為我們不是太靠晚上的生意 變成唐座 其實人友和母的分別都不是很大 還有很多外賣 都叫做OK 可不可以說很好 有影響 但不是去到很差 馮瑩瑩這件事特別關心 如果接受隔離 可不可以選擇和甚麼人一起接受隔離 莫非她已經有了 可以和她一起隔離的心儀對象 我代表觀眾問的 例如兩夫婦那些 可不可以一起去隔離 或者媽媽和小朋友 可不可以一起隔離 老人家和她的照顧者 可不可以一起隔離 有個照應 是 但答案是不行的 如果你真的不幸 可能要到隔離的時候 你自己會 有沒有最想做些甚麼 或者計劃了會做些甚麼 已經有計劃好了 為了這件事也有準備 就是會看書 因為可能平時工作 生活比較忙 經常都買了很多書 買就買了很多 是的 看稿 看劇本 然後買回來的書 就放在一旁 如果是真的需要隔離 然後有那麼多面時 就可以好好地看書 這幾天天氣都很冷 可以找對象 或者找朋友一起去 或者互相被溫暖 我想說到這裏 就要好好遵守 抗疫指引減少社交活動 是 先做好防疫 再想其他事 是 是 早前遺免增加家人感染風險 心未在家自我隔離七天 誰知太太 竟然享受了和她分房睡的生活 由此之中都是陰性的 但是太太也說 不如其實和你分房睡都很好 你繼續去書房睡 所以天氣很冷 我昨晚只冷到 今天早上好像冷到 我似乎大武山只有0.6度 是 我半夜就冷醒 因為原來睡地很涼 辛苦你了 是的 我老婆沒有這樣 為何別人的老婆好那麼多 辛苦你了 所以我和我老婆說 今晚重睡房睡都可以 不過我睡回我自己的房 你睡書房 不然你開玩笑 我對你好姐 其實我 因為昨晚我帶了女兒去打針 當然她打完針 我整晚當然要顧著女兒 所以昨晚我老公都是躺在地上的 在另外一間房 所以無愛真偉大 所以我們男人要忍受一下 是 我心未在你的社交平台上 要裝鬼裝話 是啊 其實我隔離遠 但我知道香港有很多朋友 可能在家裡檢疫 在家裡做隔離 那跟大家開心一下 我拍了一個小小的短片 就是幫大家打氣 所以我覺得 只要我們全香港的朋友 一起同心協力 一定打贏這場仗 努力